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目前大家对于癌症的警觉性提高了 因而大幅提高了筛减率 进而也增加了整体存活率及生活品质 然而随着医疗的进步 消化大癌的治疗方式也有许多的选择 不是所有的消化大癌都只能靠开刀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大肠直肠外科 许倍豪医师 带我们一起来认识消化外科 腹腔镜手术介绍 欢迎许医师 许医师你好 你好 三岐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许倍豪医师 其实消化外科 到底是内容是什么 基本上消化外科 既然他告诉我们是消化外科 所以基本上一定会有另外一个叫什么 叫消化内科 消化内科 有外就有内科 消化内科各位比较常听到就是肝胆肠胃内科 其实外科就是肝胆肠胃外科 所以基本上跟消化系统有关系的基本上都是在消化外科的范畴里面 那基本上我们会分几个大方向 一个就是消化系统我们吃东西 吃东西从口腔嘴巴 口腔的嘴巴食道胃 十二指肠小肠大肠 基本上都算消化系统 那当然因为现在食道的部分比较会归在胸腔外科那边的医生治疗 那消化外科主要是 位置的关系 对对对 主要因为他会开胸嘛 是 啊所以消化外科主要就是横格膜一下 就肚子里面的消化系统都算是消化外科 那刚刚讲的胃嘛十二指肠 小肠大肠 另外一个就是肝胆疑系统 就是我们的肝脏啊 胆道还有胰脏系统 这个都算是消化系统的一部分 所以都是在消化外科的范畴里面 这些器官都常常听到 那今天这边有一张图片 就可以让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位置到底是在哪里了 好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人站在前面 我们刚才看人站在前面 所以这是上上面嘛 这是我们下腹部的地方 这是左边这是右边 然后我们中线在这个地方 那肝脏在右上腹 肝脏在右上腹 那基本上我们食道食物进来到胃 然后胃会到小十二指肠 因为十二指肠在我们讲后腹膜器官 所以他会被前面的大肠盖住 十二指肠 然后小肠绕一绕之后 因为小肠有三到六 六米我们绕完之后 再会从这边绕出来 那基本上这整个里面的结构 跟消耗系统有关的 都算是消耗外壳的办法 但是跟我们上一集的照片 有点不太 图片有点不太一样的是 这边的这个就是指深结肠吗 对这个地方是生结肠 这是恒结肠吗 对这是生结肠 那他的酱结肠到哪里去了 在这边 其实这是没有 就是有些时候角度的问题而已 是没有这样 哦然后下来就是 那个乙状结肠 乙状结肠跟直肠 直肠 啊因为后来消耗外科分比较细之后 就是会分 会分上下化 就是大家越做越细的时候 就分上下化就是 上下化就是做胃的部分 然后做肝胆移 做肝脏啊 做胰脏手术 然后再来是下下化 就是直肠外科 哦 所以他把那个上面的部分跟肠子的部分分开了 就是变成会会变成 他会等于是有一点一科变成三科的概念 因为就刚刚讲 因为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专嘛 越来越专的时候就会 就会定在某个科别这样 是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 因为现在手术的方面 手术以前的手术 是怎么做的 好 那当然我们要讲到就是 维创手术的概念 或者是副将军手术的概念 当然传统 传统我们都讲说 外科 外科就是传统手工业 对嘛 外科的历史大概两百年嘛 都会从有历史的外科大概是两百年 那两百年里面基本上 到育后比较好 都在大概在最近50到80年育后比较好 之前 之前基本上只有副特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死的 副特就是结束 对对对就是结束 那我们就是手工嘛 手工那就是以前在没有其他的帮忙的时候 基本上 所谓的消耗性外科的手术就是 剖腹嘛 尤其剖腹肚子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器官做一些 修理或修复嘛 或者是切除 之后再把它放回去关起来 就是我们讲的 破八个秋水 或者是传统的开腹手术 嗯 那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然后随着科技的发展 影像系统的发展 科技的发展 加上技术的发展 所以基本上 现在都进到所谓的微创的世界了 那微创其实 台湾的微创其实算发展的很早 台湾的微创手术从 我们讲 副腔镜的切胆了 那其实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就 慢慢慢慢再扩展 那现在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那所谓的副腔镜的概念就是打动了 打动了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图 就是我们的肚子是一个空腔嘛 是 那他就是我们可以打动进去 然后把二氧化碳灌进去之后 让肚子里面有一个 我们讲walking space 就是有一个操作的 有一个空间 对有一个操作的空间 那我们就可以用 器械用比较 我们讲的器械就有点一些 屁如说比较长的筷子 可以进去分东西嘛 是 我们只要用细细的筷子进去分东西 我就不用整只手伸进去 那当然相对来说伤口就小 伤口就小病人恢复就坏嘛 复原就会比较好 嗯 这是微创的概念 那我们再讲 当然微创手术有很多很多的 不同的含义的 那肚子的或者是消化外科的微创手术 基本上指的就是所谓的 腹腔筋的手术 就是伤口比较小 病人恢复比较快 造成病人比较少的创伤 这就是他的优点啦 是 那当然要提到一些 腹腔筋手术的历史 就刚刚讲的大概从前面就是 从比较简单的我们切 切藍尾嘛 然后拿到比较 比较 对啊 这以前开刀最常听到的就是 割蚂肠 对 好 以前 呃在我小时候那时候割蚂肠 都还是传统 传统就是在右下腹的开个 3-5公分的伤口 如果胖一点的有时候看到10公分 现在大概不太需要 然后就用腹腔筋 基本上是打两个洞到三个洞 有些甚至打一个洞就可以了 就可以 伤口小小就可以把蓝尾拿掉嘛 那以现在的手术如果是以前 以前或小时候我不晓得主持人没遇过 就是都 开膜等就是要等放肥才能吃东西 好像手术之后也都是要等放屁啊 哦没有现在的概念哦 其实现在如果像蓝尾炎我们用腹腔筋开的话 基本上病人隔天醒过来 麻醉退就可以喝水吃东西 吃东西没问题就可以出院了 大部分隔天就 大概七八成的病人隔天就出院了 其实是不用等排气的 但是我很好奇耶 这个腹腔筋走速 您刚才讲说他只要打两个小洞 你说蓝尾炎好了 好 那他打两个小洞 这两个小洞进去 其实他还是两根细细的管子进去 对那他要怎么去处理这么大的问题啊 ok好那就是我们刚才讲腹腔筋的手术 那一般腹腔筋的时候刚才讲的就是肚子打气打起来 然后打洞嘛 然后让气泄进去 那基本的腹腔筋 传统的腹腔筋基本上就是三个洞 啊为什么三个洞 我们眼睛看东西两只手做事嘛 嗯 所以我们的腹腔筋就是我们的眼睛两只手做事 就基本上绝大部分的手术 消化一颗的手术 两三个洞大概就可以做了 那有些比较复杂 他可能要打到第四个洞 或者是第五洞 因为他可能要另外一只手来帮忙 当然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 他的腹额比较大 对 范围比较大 其实范围比较大对我们来说还不是困难 困难点就是在 譬如说你今天开了一个 好胆囊结石好了 胆囊结石你把胆囊拿掉 可是他的石头有两公分 嗯 就他胆结石两公分 加上胆囊可能就三四公分了嘛 对 你要重复将近一个小小洞要怎么拿出来 对 对困难点在这里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会 必不得已必须去把那个伤口稍微开大一点 嗯嗯嗯 不过因为我们人是有弹性的嘛 所以基本上两公分的石头 加上胆囊加起来三四公分 其实你大部分开个两公分左右就可以拿出来的 所以那个 我们讲肩梯取出那个洞 就是 看肿瘤的大小 看病人的胖瘦就不太一定 可是 大致上跟以前传统 动不动就是十五二十公分的伤口 比起来还是差很多 他的洞口小的话要复原也比较快一些 因为 一个是疼痛嘛 一个是疼痛少 一个是 一个是伤口小 比较不会痛 所以 病人下床会快一点 嗯嗯 那另外一个是 破坏少 嗯嗯 我想破坏少 当然恢复就快嘛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嗯嗯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就是 就是示意图啦 我们传统的开副手术 就刚刚讲的就传统手工业 就是开肠剖肚嘛 就是把隔壁里面的东西 就跟我们在鲨鱼意思一样 呃我们 我们 我们不是讲鲨鱼 我们一般都是讲鲨猪 这样子 因为我没可能去台庭 对对对 所以我 能做得到的就是鲨鱼而已 对 那概念上简单讲就是 肚子 肚子剖肌 就是肚子剖开之后 我们把需要处理的 的脏器外露出来 然后把它处理完之后 再放回去 再把肚子关起来 是传统的开副手术 就是刚刚讲的 就是传统手工业嘛 嗯 那当然现在就是用气腹素打动 那打动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其他的 一些影枪系统 或一些先进的器械去帮我们 就可以用 微冲 就是用微冲 用副枪镜做 那病人 就会得到比较多的好处 那我觉得 我像这个副枪镜 我就觉得对他有点好奇了 嗯嗯 他是一根细细的管子 然后 他还有什么样的 就是他只是一根细细的管子 让你 让你能在 电脑可以看到 里面的东西 还是说他还有另外的功用 上期主人讲的就是副枪镜 副枪镜基本上就是影像系统 副枪镜就是影像系统 他主要就是当你眼睛 他就是眼睛 他就是眼睛 其他的就是其他的器械 当然现在的器械进步很多了 现在的器械进步很多 包括像能量器械 像 以前我们在开传统手术 遇到血管 遇到血管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结扎的 那些东西 要把他拔起来 拔起来或者是绑起来 现在有一些特殊的能量器械 现在夹一夹稍一稍就不会出血了 嗯哼哼 所以现在有很多 就刚刚讲的科技的进步 让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啊当然 副枪镜是眼睛 那其他的东西有其他的器械 我刚才把他搞混了 其实我一直以为说副枪镜他就 下去他其实的功用很多 就是 除了看了 看准地方之后他还可以帮你 处理掉 好 山崎主持人讲了一个很先进的 的概念 可是这个概念有没有 有 其实还是真的有 还是真的有 那个 有些叫做Andro Samurai 就是他比较特别 他就是 那个或者是叫单孔的副枪镜 其实类似这个概念 他打一个洞进去之后 当然那个洞会稍微大一点 他器械进去之后 他除了 除了镜子之外 他其他的器械可以打开 也会有器械 哼 就是他 他一个我们讲一个工作套管 里面出去之后可能会可以分成三个 我们刚刚讲基本概念就是三个 我想眼睛看两只手做什么 所以有些特殊的像 像现在很很红的像机器人手术里面 他们有所谓的单孔套件里面 单孔套件里面就是可以这样做 他是伸出去 内视镜 两只手出去 可是他是一个套 代表说那两只手帮你把旁边的那个 对啊 一样 我想不想 腹腔镜就是 其实腹腔镜跟 我们讲的机器人手术其实是类似的 然后 差别在于腹腔镜 腹腔镜手术就是外科医师 我们刚刚讲的外科医师打动 然后外科医师用很长的器械开刀 那如果是达文系或机器手臂插在 达文系或者是我们讲的机器人手术 或机器手臂的手术 基本上他在打动之后 机器手臂进去 那谁操作 还是外科医师操作 外科医师操作机器手臂 对 其实他的概念跟腹腔镜是一样 只是他用的 我们讲的用的 格式头部 其实他家似不一样 嗯嗯嗯 很厉害的 这个腹腔镜手术 真的今天让我终于了解了 我以为 一直在想说腹腔镜手术 他其实 我全部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 以后会越来越多 就是说 一个洞打下去有多种功能 对 这就是刚刚讲的 虽语 时代在进步嘛 会不会 会不会到 哪一天 你真的要开刀 可能你可能吞个胶囊 一个机器人进去 就把你开完 这是有可能的事情嘛 有可能 那再更进一步一点 就是会像电影里面写的嘛 你生了病 然后去机器上扫一扫 癌症就不见了 那这是 可能我们这一杯还看不到 以后可能是有机会 对 那这个腹腔镜的手术 我们现在 除了就是在我们 消化系统的这个部分有运用到 其实我知道好像还有其他 其他科别也都是有运用的 我们刚刚讲 微创手术在肚子叫腹腔筋 那为什么叫腹腔筋 就腹腔 用镜子 对 所以腹腔筋手术除了消化外科之外 其实像腹产科 也是嘛 腹产科现在也是以腹腔筋的手术为主 密尿科 密尿科 其实基本上就是 我们都讲我们是有科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肚子里面做事 是 那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科别 就像 胸腔外科他们做的是胸腔筋 像现在有很多的骨科他们也有关节筋 那个都是微创手术 那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是腹腔筋 那腹腔筋 大宗当然就是消化外 因为肚子里面就消化系统最大 对 其他的就是密尿系统跟 妇产科的系统 所以他们也是有相通的 相通一样的东西 类似的其实类似的概念 胸部的叫做胸腔筋 对对对 那在脑部的 也有这种东西 有脑部他们也有 他们有脑部的一些像我们讲的微创手术 然后他们一样就是 我们刚刚讲就是器械的进步嘛 机械的进步 包括影像系统 包括一些器械的进步 他们也有一些微创手术 当然 不同科比有一些细节 我就可能没有办法知道的那么清楚 是是是 那腹腔筋的手术优点 真的是 大于缺点 应该是这样讲来 来做没有错了 他基本上他优点是大于缺点 那我们知道腹腔筋手术的优点 那就是伤口比较小嘛 伤口小相对的病人疼痛就少 那相对的 疏忽恢复就快 就是一定的 那当然他的缺点就是 手术时间比较长 那我跟 我跟病人讲的就是 很简单就是你像我头大 我用手术比较快还是用第一次来一两年比较快 当然啦 因为他比较仔细嘛 要花的时间要比较久啊 对啊所以 另外一个是 因为腹腔筋需要一些 我们讲需要一些特别的建制 他需要影像系统 他需要腹腔筋的器 所以对医院来说 他的建制成本是比较高的 那当然还有一些手术自费的耗材也是会很贵的 是 那在以前 在以前 腹腔筋在发展 在草创的年代的时候 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你用微创开 用腹腔筋开 比如说开癌症的时候会不会开不干净 不过我想在 这个这个已经 已经进 这么进步的时代 各位其实不用担心的 其实基本上现在 癌症手术要腹腔筋开是相当相当安全的 是相当安全 就是说不会 古代人说你用腹腔筋也开不清 其实现在其实是不太会的 现在基本上只要肚子里面的手术 消化外科的手术 基本上都可以用腹腔筋做 不干净的话可能就是 你长太大了 对那个讲到一个很好玩的事 不过我们先讲一个 前提 一个前提就是 以外科医师的概念来说 如果说 我建议你用腹腔筋开 可是腹腔筋可能会开不干净 我就不应该建议你用腹腔筋开 对 这是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外科医师基本的概念 对 对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追求微创而微创 我们 我们以病人的最大利益为优先 如果说他是一个癌症的疾病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根治性治疗 我是把癌症拿干净 我们的目标是癌症拿干净不是三口大小 是 对 如果说 我们在 同时我可以在 三口拿干净的前提之下 我可以用微创开 那当然对病人有最大的好处 对 现在的腹腔筋 现在腹腔筋给 夹尸头很多 夹尸头很多 很漂亮 都架在上面 对 因为架在上面一个是 安全 清洁 因为比较不会有地面上的灰尘 另外一个架在上面才会省空间 东西上去扔走来走去再省空间 那这个 这张是达文西的 达文西我们刚刚讲 达文西 达文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外科医师 外科医师操作 机器 机器手进去开 这是达文西机器手臂 当然现在有其他的 像Hansom有些其他的机器手臂也都出来 当然是其中一家 那 当然要去提到就是说 有有一个有有些人在问说 那腹腔性到底可以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要反过来想说 腹腔性不能做什么 因为就刚刚讲的现在的 伪创手术或者是 腹腔性手术就是主流 那你说什么不可以开 没有啊 什么都可以开 所以回过头来 什么样的病人 我们会建议他不要用腹腔性 基本上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 是 腫瘤太大 为什么为什么这腫瘤太大 我们刚刚有提到 如果他腫瘤比较大的时候 譬如说他腫瘤已经10公分15公分 我把他用腹腔性拿下来之后 我还是要开10公分到15公分把他拿出来 那你干嘛要不相信 你懂意思吗 你就要开到大缸 你就不需要 就没有什么微创 就那微创的好处就不见了 是 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 打开把他 赶快开开 其实比较好 因为 所以你这样子没有 拿不到伤口 小的好处 可是你又付出了时间长的坏处 所以基本上如果肿瘤太大 其实我们就 建立病例 其实你用传统开就好 因为 腹腔性已经没有好处 那有些手术是因为 初血太大 那初血太大 有些是因为 体质的关系 有些是因为器官的关系 但是初血太大都 都是在当时才 当下才会知道啊 有些疾病他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初血的手术 譬如说要切 像有些要切肝要切比较大范围的肝 有部分是因为要切比较大范围的肝 那个肝要拿出来本来就要十几二十公斤 对对对对 另外一个是 某些肝脏手术就是会比较容易初血 那当然现在 腹腔性切肝也是已经很普及化了 很普及化了 因为一些就刚刚讲的能量器械的关系 其实真正的初血量不会太大 可是某些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 你还没开你就知道这个一定会流血 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肿瘤比较大 因为肿瘤大的时候 他血管性生的关系 其实他就是容易初血 那是有一些比较特别是病人 譬如说病人肝敏化的 很严重 肝敏化的病人 冥血功能又不好或什么的 他就是容易初血来 或者是有一些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他本来就是初血的疾病 譬如说他就是 车祸内初血 他已经在流血了 也不可能用副相机在那边慢慢做嘛 你进去我进去就是要止血 我当然就是 快就对了 快就对了 这也是挑到另外一个 某些紧急的手术 就不适合用副相机 因为我想 刚刚我们讲的副相机 其实就是用筷子慢慢在那边分嘛 那你如果有时间压力的时候 其实就不太适合用副相机 就是传统开 会危及生命的时候就不行啦 对对对 我们要 抓紧时间 对对对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如果 副相机对病人有好处 我们在选择副相机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我们的目标 其实不是为了伪创 或为了副相机 没有副相机我们的最大的目标还是说我们要帮病人解决掉问题 这个这个才是最大的方向 那这个副相机的手术之后 要注意什么 因为他恢复的比较快啊 那是什么事情都不用理他了 其实副相机的术后 其实跟一般传统开副术后的 的照顾上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 他唯一的差别就是因为他伤口脚后会 比一般的 的病人快 但你说如果是 肠胃道的手术 或譬如说像切大肠 切大肠或者是切胃有些可能要等到肠胃蠕动 比较好之后再开始吃东西 那这个我想传统跟 副相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有差别的就是在 副相机的病人 因为他伤口小 他比较快可以下宠 那消化系外科的手术基本上 会希望你如果可以 下宠移动就赶快下宠移动 因为 人就是要活就要动 你要起来动你的肠胃道 你的身体的消化系统 你的 整个系统 他才会开始在运作起来 他会开始在运作你恢复才会快 所以 除了伤口的 伤口的大小就会影响到病人 一个我们刚刚讲疼痛嘛 一个是影响到他下宠的时间 就会去影响到护炎的时间 有的人怕疼 对 因为怕疼 所以你也发现 副腔镜 而是游腔手术更如何 因为抗脂更小 不疼 这是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说 副腔镜手术到底可以开到什么范围 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消化系统嘛 胃十二指肠 这是胃啦 十二指肠跟鱼胀 这是胆道系统 肝脏系统 那这个是 比较小的 像兰尾也可以啊 这个是 脾胀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 是 脾胀是算造学系统 不过因为他也是在肚子 所以是 他也是归效化 细外科管 那当然 肠子 大肠小肠 基本上都可以用副腔镜做 所以基本上 肚子的手术 除非你肿瘤太大或者是 紧急手术什么的 基本上都可以用副腔镜做 那当然 如果真的有开到的需求还是一样 我在建议跟专科医师讨论啦 我们现在是打讲的大方向 这样子 再来要提到的就是说 就是 我们刚刚在讲的就是 申急主任在问都说手术的手术后要注意什么事情 我想 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 怎么样可以提高手术的成功率 就是我们手术成功的要件到底是什么 那我想我们手术成功的要件 第一个当然是人 这是人 就是团队啦 我想现在已经不是 像以前就是外科医师就是神 或单打独斗 其实现在都是 都是team work 就是团队啦 我们包括肅前的检查 肅前的讨论 肅前的评估 包括 外科系跟 外科医师跟麻醉科医师讨论 然后跟 跟我们的甚至有些病人可能有一些 因为消化系统嘛 一些肅前 吃不好啊 需要一些营养帮忙 我们跟营养师啊 跟护理部那边讨论 所以团队是很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 环境 环境就是 医院嘛 医院 当然不是说越大的医院越好 不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有些比较复杂的手术 其实你还是要再相对 大一点的医院 才有不好做 你说你说你在医院 配备比较好 对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刚才讲的微伤手术成本比较高 有些大医院可以 有些小医院大概都不行 那其他当然就是技术嘛 那 还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是 术玄的计划 那包括跟病患之间的沟通 这很重要 对 因为这不是只有单一一件事 开刀这么简单的事情 我们要治疗他 就是从 一开始 你自己发现了 然后到医院找医生 然后讨论这个 要怎么解决他 这其实是一连贯的问题耶 对 所以 这还是回到前面 我们跟 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人总是会生病嘛 生病的时候 不要病急记医 生病的时候 台湾就医很方便嘛 生病的时候 我们就到医院找医生 然后好好的跟医生沟通 然后看医生有什么建议 然后好好的面对 一起面对问题 人总是会生老病时 我们人就是会 发病 发病不要紧 我们就处理得好就好了 是 正确的饮食 规律的运动 拒绝 烟酒 檳榔 控制体重 定期筛减 掌握这五大要点 就是预防所有癌症的 最好方式了 再次感谢 中山医学大学 附设医院 大肠 直肠外科 许杯豪医师 带给大家 专业的解说 谢谢徐医师 谢谢三琪 全民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快乐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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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人 ating 祝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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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